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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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 今天呢是個特別的日子 那就是我要回廈門了 然後呢我現在在去桃園機場的路上 因為我阿嬤家住在離桃園很近的地方 所以我現在呢要先來跟我阿嬤 說 goodbye 然後 拿一下阿嬤家的零食跟泡麵 尋找阿嬤 阿嬤 哇 這麼fancy 阿嬤 抱一個 怎麼煮 怎麼煮一點 好啦 掰掰 MING PAO BYE BYE 安妞 我現在呢剛check-in完成 然後呢我在等我的朋友來接 不是來接 來送雞 我還有一個朋友很可愛 她很堅持要來送我雞 然後我剛剛超好笑的 我剛剛就是賣片跟鞋子就是超重 然後那個小姐就合得很好 讓我弄了25公斤 但是我剩下的什麼賣片阿 口罩阿什麼 我就去 Seven 就是去買個袋子把它裝起來 上面袋子裡面很多口罩賣片還有球鞋 好感動喔 她想說她為什麼一個人 對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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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chiming 下一個大金子 然後呢 這邊我覺得很不好 就是它的燈超暗的 然後我住的是海警方 一天是350塊人民幣 對 然後只付早餐 就是其他時間都要自己叫外賣 然後 雖然我不知道這邊哪來海景 有電視 就是一個舒適的小空間這樣 然後我現在超餓的 我早上就是吃了 那個麥當勞套餐 9點吃了吧 到現在已經 折騰到了快7點 然後都還沒有吃東西 我好餓喔 可是我現在手機 就是我沒有 我的大陸電話停機了 因為我已經半年沒有用了 所以我不知道我叫不叫我要外賣 所以這個超賣海苔餅乾 這麵包超硬 可是我覺得 還好就是有冰箱 對 但是沒有微波爐 所以也不能冰什麼 就不能加熱我的麥片 我一天350嗎 我剛剛一口氣敷了21天 可是我們其實最後七天應該是要在 另外一個校區隔離 所以我不知道學校之後會不會來救我們 讓我們換一個地方 對 讓我們省下一點錢 今天很沒有內容的Vlog 喔 我覺得 因為經常做檢測超不舒服 他們直接拿一個東西去刺進你的筆下裡面 然後一直往裡面伸 然後 拿一個棉花棒直接塞進你喉嚨裡面 不是就是看一下而已喔 它是往裡面搓然後一直轉 然後我覺得天啊 對 但我覺得真的 大家都很辛苦 我們下飛機的時候已經 三點半了好像 因為好像上一班飛機 上一班飛機 下來的乘客要做那個檢測做很久 然後我們之後 因為要填一大堆訊息 然後又要排 排隊 然後有人又資料填不妥 要重新排隊 所以其實 大家都會 被拖到 其實今天真的是大家都辛苦了 所以我都可以跟他們說辛苦了 因為我覺得 他們真的很辛苦 真的 他們戴防疫面具 真的 真的 那些人真的很味道 真的 好了 這一塊好多喔 掰掰 超甜 今晚想來點 來一顆泡麵 我剛抱吃了好久 然後 肚子很沉的 在這裡不知道要幹嘛 喔對 我昨天 今天頭髮 所以我現在 頭髮非常的短 在這裡 吃 我現在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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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好了嗎 謝謝 辛苦你們了 我刚刚就化妆化到一半就突然就是有人狂敲门要我出去就是抽血这样 酒店入住须知健康须知有跟我们说就是在入住第7天跟第13天的时候会做核酸检测跟血清的检验 然后每天会有两次就是来量体温这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隔离不是真的就是把你关在这 它真的就是有来就是检测你的身体状况这样 对然后哇我现在看过去好像是鼓浪雨欸你知道吗 超美的 然后因为我就住在就是我们再往前一点就会开到学校了 所以我整个看到很熟悉的地方我昨天真的快哭出来你知道 然后觉得天哪我终于回到我学校身边了 现在呢在等外卖的期间我就先来听个podcast 然后我今天听的是姐妹悄悄话的吵架的艺术 然后我要来做个伸展拉筋这样 就在我拉筋拉到一半的同时呢 我的外卖到了 因为呢我前两天才吃太不健康了 我今天要来吃很多的蔬菜 补充一下这个是因为我很最喜欢的蔬菜就是这个 大陆叫西兰花就是broccoli花椰菜 然后被我加点的 先把我的桌子收干净 往后丢就是收干净 一定要有Netflix 这是他给的沙拉酱 一个是白芝麻酱 一个是胡麻酱 对 然后我好不喜欢这个灯喔 That's better 反正喔 一个是饭的一个是紫薯的 反正呢我就点了两个 就是怕自己肚子饿什么的 然后早上的稀饭没有吃 因为我早上吃麦片我就可以配一下 我决定呢现在吃这个有白饭的 因为这个不能冰冰箱 就是饭会硬掉 好的大家好 我刚刚已经吃完我的午餐了 对然后呢我刚刚去泡了一杯 南非国宝茶颜色非常的深 它是一个没有咖啡因的茶 我觉得我早上已经喝过咖啡了 我就不想要再喝再再再喝更多的咖啡 啊我刚忘了给你们看就是有人在下面拍婚纱照 在厦门每一次都会有人在拍婚纱照 就是我们学校里面啊 或者我们学校附近啊 到处都在拍婚纱照 你看这边就很适合拍婚纱照 你看这边就很适合拍婚纱照 然后刚刚就看到他们就 在太阳底下自由的走路 让我非常的羡慕 好反正anyway 好乱哦 我看一下 真看不清楚嘛 我后面超乱 这就是我在说的就是他们在拍婚纱 可是这应该是不同队的 对他们看起来好幸福哦 帮他们比个爱心 他们一定觉得我很奇怪 我就一直这样看着他们 对我们就干瞪眼 我等一下呢喝完这一杯茶 我就要去睡午觉了 对我是一个就是 我会早睡早起 然后睡午觉的人 对 然后晚上大概10点11点睡觉这样 开学之后会比较适应嘛 对因为我早班的课蛮多的 几乎每天都有早班 对然后反正我也是一个很喜欢早起的人嘛 所以我就继续保持着这个规律这样 对然后我打算等一下醒了之后呢 在运动 运动完之后我打算上淘宝买一些我们开学要用的教科书 然后之后几天就可以先来预习一下开学的内容 21天隔离完之后已经等于跟学校请了一个礼拜的假 就是我们有一个礼拜的课都上不到 对就这样 我觉得我之后会过得很痛苦 因为我是一个 嫌不下来的小孩 就是我会一直到处 动摸摸西摸摸啊动来动去这样 而且我现在超想要晒太阳的 我想去外面跑步啊之类的 但是就是无法 跟你们说就在我准备开始要直播的时候 你们看 开始直播 守在的地区需要实名认证 就不让我直播 我在B站就无法直播了 哈喽大家 我刚刚睡了一个多小时 还赖床 对 反正呢我就是睡了午觉睡了好久 我不能再懒下去了 对我要给大家做个榜样 所以隔离的小伙伴们也要一起跟我运动 请不吝点赞 夏大任賢情在這裡 嗨 好 我要給他room tour一下 好 因為我等一下呢 7點半到7點50之間 我要在instagram上面直播 所以我現在要來快速的整理一下垃圾 我發現跟我 因為 我發現我很多嚇到 然後 這裡的話就是我自己帶的東西 我很喜歡喝抹茶 好了 反正呢就是我剛剛直播完了 但是是一場災難 因為我的 我是連飯店的網絡 然後實在是太慢了 所以很多人都說卡到懷疑人生 所以我就 對跟大家道個歉 希望我之後辦好了 就是門後之後呢可以再跟大家直播 其他外面也太浪漫了吧 我覺得呢現在這個氣氛非常適合有人跟我一起小酌一杯 對 但是呢沒有人跟我小酌 今天就先這樣啦 拜拜